另外,剛才講到大陸要關閘的問題 現在香港對大陸很多內地人 因為香港很多人在自由行 但對他們的行為是看不過眼的 應該怎樣處理呢? 但你沒有了這班人,又是不可能的 怎樣去共處的問題 那你當作透明就行了 很簡單的,是不是? 你就可以出醜,你不要理它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經歷 例如很多人去日本 日本人呢,他過馬路就算沒有人 三間半夜,穿紅燈,沒有了車,他都不會過 都整班人站著,你十二點多就看到了 十一點,十二點很緊張的 他要趕你班火車 大家看到紅燈,他都停不過 我們香港人見到他自己過 他又不理你的 他又不說你的 你過了兩個,你覺得自己很無忍的 你知道嗎? 但他不知道呢 原來在日本的法例 如果你過紅燈有什麼事 他不習慣了 你沒有燃縮賠的 即是你沒有保險賠 這個,大家很冷靜地看 香港如果沒有自由行 香港的交際就變成了 你沒有自由行 但你的自由行帶來什麼呢 現在帶來了惡性呢 就搞到商業破壞了很多東西 跪了 跪了 但世間是兩人劍來的 那些劍是兩邊都有 有利有害 另外一件事 他自然來了 他會將國內 那套 他不想 他不知自己的錯 即是你要諒解 因為他不知道 這個是沒有禮貌 又不知道這個是沒有規矩 但他們都從來不知道 這個規矩和禮貌 我小朋友大小便 我不是在坑渠邊在哪裏 他問回你回頭 那個坑渠不是被人扔口需要做什麼 我吐藤吐藤 已經好好的 我走在坑渠邊 如果小朋友有大條道理 是呀 還有早前我們那些地鐵 是沒有廁所的 香港那時候設計又不賭 現在走人地鐵是沒有廁所的 你突然肚餓你都死的 你坐地鐵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是中國政府的責任 譬如說你給他們自還出來 他們政府有錢賺的 你就開個幾百元的班 叫他們上一日課 上幾個鐘樓課 才可以給旅遊出國旅遊 不只是香港問題 這個政府要做的 旅遊局要做的 他們 培訓班 即是你要聽課 不理你晚上開班 你們誰想去外國旅遊 拜託你上三個鐘樓課 教你一些基本禮貌 他們真的不懂 他們不懂 因為他們不懂 為甚麼呢 很多人不懂字 經常入錯屢次 他們是靠看公仔 那你做一個 gentleman 他就入錯了 他不懂中文字 中英文都不懂 所以沒有公仔 就亂盡了 他們會撞錯的 有些做個啤牌 撞公仔 更嚴重 入錯 北京都一般人不懂字 大佬 找回大革命斷了層 我們作為人家 現在我們大家都是 中國叫同胞的分子 你不能說 不承認你的身份 即是其中 你都是作為大家 一個屋時馬的人 和一個血管流的人 即是你要看一些歷史背景 你又有多少感情 你有責任要幫他 他真的不懂 他真的不懂 你不要當他下來 你又不是這個 他突然間 在近沿海的城市發展了 每個人分很多錢 那些村子 有些廠 賣了些地 不是 有些識字的 走到人家的金字塔那裡黑 好 你做夢女 不是就是他 他識字的 我告訴你 我識字 他沒有這個文明社會的規範 他是沒有的 就算你連造官都沒有 他沒有的 他沒有的 你不代表他有知識的 他們沒有的 所以大家 你認爲 看了個眼的 那你有機會 你就教他 你沒有機會的 你看不慣 你就走開 你可以避開的 我們避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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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同的人 教授不避開的 所以有方法 你避開 但這些 你看香港政府 旅遊稿 中國的旅遊稿 都是要做的 你給他一些小賊子 教他 他真的不懂 他真的不懂 你是中國的 教授不動 他聽得靠 他有一定的 美國人 教授不動 他 教授不動 教授不動 我 有